近日 美国公布了8月份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 报告显示 8月 日本增持了439亿美元规模的美债 创下2016年10月以来的最高 继续坐稳美债最大海外持有者的宝座 然而 中国则不断减持美债 数据显示 今年8月 中国仍在抛售美债 当月抛售量为68亿美元 持有规模降至1.1万亿美元 尽管日本在解决美债无人接盘的问题上出了不少例 但由于财政赤字严重 美国仍需发行大量的美债来解决资金短缺 而日本短期内无法满足美国的强劲需求 在这样的背景下 美联储不可能坐视不管 根据最新的消息 美联储已经开始了以600亿美元每月的速度购买美债 直至明年第二季度 这意味着美联储的购债规模将达到5400亿美元的美债 对于全球而言 美联储的这一行动很可能预示着 美国接下来要开启新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 这无疑将促使全球新一轮宽松货币时代的到来 并将对美元的信用带来更大的挑战 环球热点财资世界 大家好 我是一航 赶紧动动手指关注我们 更多财富等你发掘